《土生土长》书写台湾故事 陈玉慧旅居欧洲的时间 却比在故乡还要长 大学时代迷上电影 陈玉慧经常看到痛哭流涕 感动莫名 文学与电影为她的世界开了一扇窗 中文系一毕业 直奔法国 在巴黎学表演 参与舞台剧演出 成了她一辈子的养分 返回台湾不久 就以征婚启事一炮而红 开灯了征婚启事这样的一个广告 那是在1989年 1989年 对 所以那个时候算是 明峰也是非常的保守 我是想要了解台湾社会 所以我就认为这个切入是非常好的 然后那时候来了一百多个人 对啊 然后我就结入里面的四十二个人 就变成这辈子 所以你那时候有真心要征婚吗 那时候对 那时候是跟男友发生了不能结婚的状况 因为妈妈反对 所以我就 谁的妈妈反对 我那时候的前男友吧 的妈妈 对 我本来要结婚 他妈妈反对 所以他就不结了 那我就觉得好 那你就选你妈妈 然后我就回到台湾 我就想说 那我来找找看谁要结婚 所以就是真人真事 然后我写的时候也是蛮过瘾 因为我也不用编造 对 一切都是他们来他们说 他们问的 所以我去年 这也是新版 就是三十年的 三十经年版的时候 经典在写 我那时候很惊讶 就是这个怎么 比小说还传奇 这些人来真婚的人 他们讲的话真的是 那个小说家也编不出来的 有不能说不介意 可是 这个喷雾式防身器 你只要轻轻一按一分 小心 不要紧 你没有穿过护士服吗 没有 你 我觉得你很喜欢看女生穿护士服吗 不错 除了自己的兴趣之外 不管是在戏剧电影之外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记者 对 以前有这样的身份 这样的工作 在这里面 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的 有一件事情呢 我想来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有一天呢 我是德国 德国的时间在下午吧 接到电话 就是我们的报社的 跟我的联络的人说 玉惠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个忙 因为我们现在都很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连战失踪了 副总统连战 究竟秘密出访了哪个国家 两天来媒体使劲浑身解数 透过各种管道查证 目前以东欧乌克兰呼声最高 1996年 时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连战 访问多明尼家 但离开后去了哪里 一时间没人知道 其实我觉得这新闻蛮难跑的 因为你只有五个字 连战不见了 其他什么都没有 好 然后又开始 我就投入这个新闻的工作 首先连战不见是几点几分 然后纽约机场出发的班机 有哪些筛选到不可能剩下哪些 然后哪些的机场又是哪些 然后我就先记下来 然后每个机场打电话 就是这样的联系 我跑了全球独家 我知道连战去哪里 而且真的很不可思议就是 连战他自己也觉得很疯狂 怎么会有人知道 他抵达基辅 乌克兰 对 很多采访的经验 现在回味 其实还蛮有趣的 对 那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现在 我是人生一阶段一阶段的 就是当时去法国学戏剧 后来转行做新闻记者 然后又回到文学的领域 对 然后我现在又跳到电影去 我现在很想做电影 所以我都在写剧本 应该是说我一直都是在写作 从小到大 从我活中的时候我就写作 然后写到今天去写剧本 然后想要拍电影 其实对我而言是很顺的 可是别人可能觉得你跨航画得很多 可是我都觉得我是一路一路都是始终如一 对啊 一直在做这个文化创作 对 嗯 对 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事了 好 我们很期待玉惠接下来的作品 谢谢 然后呢 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动 谢谢 谢谢玉惠 谢谢 哈啰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